嗨 大家好 我是Sovillo 今天为大家占卜的题目是 2022年到2023年宇宙给你的讯息 本来承诺给大家的是十年的宇宙讯息 但是由于实际制作起来 发现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耗费时间 所以就缩短为三年的宇宙讯息 再次请大家多多包含 那么十年宇宙讯息的部分 未来还是会找时间来制作送给大家的哦 2025年海王星将进入牡羊 这将会是一个全新的世代 2025到2039 脑中工的治愈几率将会大幅提高 整形技术与普及率将会进入全盛世代 所有关于脑科学的研究将会有很大的突破 我们将会有机会可以真正开发大脑中未知的领域 并且脑科学将会与心理学 以及神秘学整合 达到前所未有的灵性知识高峰 所谓的灵性将可以被探测 虚拟实境会快速进步成熟 虚拟旅行 虚拟偶像 虚拟情人 将大行其道 我们会变得更没有距离 但也可能变得更加疏离 我们越来越能使用仪器探测对方在想什么 但是却越来越看不清对方的灵魂本质 你有可能会跟上这个全新的时代 也有可能会被世俗价值所淘汰 面对这样的新时代 你将打算成为什么样的角色 你该为2025年提前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2022年你们的关键知识人际与沟通 首要任务是找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界限 找到界限并非是要你对他人处处涉险 而是要你能够更加的关注自己的需求 更真实的表达自己 不要追求别人眼中完美的人生 相信最真实的你就是完美的 今年的你或许会常常觉得外在资源不足 处处受限 但事实上这是宇宙对你的精心安排 这些设限都是他要你好好的平衡工作与休息 并且在适时的放松当中 好好的去感受到把时间跟能量留给自己的重要性 并从当中觉察到自己可能对于关系有异附的习惯 你有可能害怕关系变得不美好 让自己习惯性的富宝化说清楚 又或者是接受他人富宝化说清楚 然后请向让关系宁愿维持在表面的和平 今年的你有机会与专业人士共事或合作 所以请保持良好的健康与事实的放松 让自己学习更健康的饮食与生活方式 才能保持良好状态不措施任何机会 今年的你有工作相关的桃花 但是并不保证桃花品质哦 所以记得将环境打扫干净 才能为你吸引来优质桃花 而且也才能够因应一些突发的状况 比如晚上你们两个人喝了两杯 然后他突然说要到你家来吃一碗泡面 最后记得今年是会让你找到人生使命的一年 所以当你感到不顺利时 先不要急着定义好坏 而是先静下心来思考看看 有没有怎么其他的盲点 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这当中是不是有要你学习什么 如果你愿意这么做 你将会发现宇宙正在为你带路 2023年你们的关键知识顺势而为 不要追逐 它只会为你带来痛苦的幻想 如果去年的你已经开行你的人生使命 那么今年就是为你的人生置业 耐心坚持的一年 你的巨大丰收将会在2024年实现 所以从现在开始 学会不为任何事情找借口 摆脱负面业力模式 不要害怕任何的关系或事物的结束 结束是为了让你去迎接更适合你的人事物 如果去年的你有好好的努力 那么今年的你会有大幅度的增加收入的机会 也有很大的升迁机会 当然这同时也代表了责任与压力的增加 所以要适时的记得找朋友聚聚 抒发压力 或是找信任的心理自杀或占卜师 好好聊聊 不但可以抒发情绪 甚至可以让你有很多新的点子产生 今年的桃花没有去年的墙 不过烂桃花依然存在 依然是有烂桃花的迹象 所以要记得你不那么的适合先信扣爱 因为因为你太容易运船了 还有也要记得常常对你若其若离 或让你没有安全感 或者是对你的梦想有诸多批评 以及常常让你怅然若失 打乱人生计划 无法专注的让你追求梦想的人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适合你 一定要记得今年对你的言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明年的你不是大好就是大坏 这将取决于你今年的所作所为 最后再给你一些小提醒 记得放下对于任何关系的控制 重新检视自己的关系模式 专注自己无欲则刚 期待你2024年的爆红哦 2024年你们的关键字 是将自己当成最佳作品 将自己的生命生活当成艺术 创作出来 无论是哪一种形式 让你的生活充满艺术 无论你是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创作家或艺术家 当然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创作家 那么恭喜你 今年将会是你大放异彩的一年 当然你有多么耀眼取决于你去年的扎根与耐心 之前就已经剧透过了 今年的你不是大好就是大坏 你希望你是哪一种呢 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从事创作性质的工作 也请不要担心 今年还是你的年 但是就如一开始所说的 你需要创作 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创作 你可以试着公开写作 你的研究或是你的专业领域 又或者是你的工作相关 公开写作和私人写作不同 首先它对于集体利益有帮助 这就是第一个好处 记得我之前影片常常说的 宇宙喜欢对机器利益有帮助的创作者 当你在为集体利益创作时 宇宙通常会跟你一起工作哦 再来第二个好处是 公开写作 你会透过写作的过程 重新整理自己的逻辑 你会开启你和社群的对话 你会听见不同声音 接触不同思维 当然偶尔也是会有酸民就是了 最后第三个好处是 有许多的实力证明 公开写作会有效的增加你的人脉 工作以及合作机会 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开始来练习 阅读以及写作吧 今年的你将会和很多优秀的人一起工作 所以你将有机会认识许多跟你合得来诚实以及理念相同的朋友 而且如果你一直以来都在为了财务的困扰 那么在2024年也有机会你会有大笔的收入进来 可以让你的负转得到缓解或是解除哦 当然今年的桃花指数也是爆表 而且今年是优质桃花的几率大大提高了 今年接近你的人有很高的机会 都是优秀且跟你心灵契合的人 所以记得不要纠结于不值得你的人 不然这样会可惜了你 2024年的超级正元桃花 你已经拿到了2024年的超级丰盛门票 但是能不能进场 还是取决于你在2022以及2023年的付出与耐心 记得以集体利益为思考方向 不要为了特定的人停下脚步或是委屈自己 你就能够顺利进场哦 最后给第一组2025年的提醒 你将会有跟你身心灵契合的伴侣 如果你想也会有美好的家庭 所以请不要让自己将就 也不要被外在的条件所迷惑 2025年你周遭的人都会非常焦虑 只有你是非常专注的 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 而宇宙也没有让你失望 你确实也过得非常丰盛 所以对于2025年 宇宙只有给你一个提醒 让自己过得充实 不要害怕孤单 因为你不会孤单 那么我们就2025年见啰 拜拜 2022年 你们的关键字是空间 你需要更多的空间 才能容纳更多的可能 关系需要更多的空间 才能容纳进更多的感觉 今年的你需要学会事实留白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需要知道的那么透彻 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 更不是每一个旅程都一定要有目的地 今年的你请你享受宇宙带给你的神秘 去感受神秘带给你的未知的美好 不要神经稀稀哦 今年是一切都还在重整的一年 你会觉得讯息很多 但是却都抓不到重点 你会觉得宇宙为你埋下了很多伏笔 但是却都看不清 会让你有一种郁闷的感觉 如果今年的你有这样的感觉 那就对了 你正在宇宙为你安排的道路上 宇宙要你感受神秘未知的美好 要你感受只看得见前方500公尺的道路 依然相信被保护 依然向前走 你不需要任何保证 就是相信 相信宇宙会照顾你 宇宙会让你一切安好 今年还有特别给离过婚等朋友的讯息 这个讯息来自于非常关心你的王者 他们有可能是你的祖先 家人 朋友 至爱 宠物 又或者是无缘的小孩 他们想跟你说 你们值得再次拥有爱 如果你们想要 你们还会再拥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家庭 但是前提是 请相信我们都过得很好 请放下遗憾或罪恶感 不要再让我们为你甘心了 再来是最后的小小提醒 今年宇宙给你的安排是灵性成长 所以请不要搞错剧本 然后一直要去扩张你的事业哦 搞错剧本的话 也就是反其道而行 那反其道而行 可是会是被公犯的哦 2023年你们的关键字是平衡的爱 当你们学会平衡的爱时 你会发现整个宇宙都在回应你 今年对你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关系年 你要专注学习于关系的平衡 关系平衡不代表斤斤计较 而是要确保你的付出都是快乐的 而对方也都是乐于接受的 更明确的说就是 你的付出不是源自于各种目的或是恐惧 如果你的付出是要让对方觉得你很重要 非你不可 你很特别 没有你会死 那么这样的付出就是一种目的 一种自我满足的目的 如果你的付出是觉得自己不够好 所以要不断的给予 不断的确认 以及试探你在对方心中的地位 那么这样的爱就是源自于一种恐惧 源自于一种觉得自己不配得 不配拥有爱的恐惧 开始学习付出的每一份爱 都是纯粹的 都是无所求的 一直需要你战战兢兢的爱情 一直无法让你做自己的爱情 就勇敢的放手吧 刚刚说过今年是关系年 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讲讲的哦 今年的你有年夏桃花的可能 所以请你抛开古板的想法 抛开自己不配得的想法 宇宙已经为你安排 年轻热情有活力的对象哦 请打开你的心 多接触人群 多参加活动 让宇宙为你安排的 优质年夏桃花 进入你的生活吧 再来是额外讯息 今年的你很适合提出你的想法 你的想法在今年特别容易被接受 而勇于表达的你 也在今年特别的容易被看见 被欣赏 所以记得不要太害羞 勇敢的表达自己的看法哦 再来是最后提醒 记得今年非常有婚圆 所以不要一直纠结于 迟迟不回应你的对象 小心你会因此错过婚圆哦 2024年你们的关键字是 黎明前的黑暗 黎明前的黑暗总是最黑 请再坚持一下 距离你们的富裕丰盛 只剩下最后一礼物 今年的你会有一种 刚打完一场胜仗 结果紧接着又有一个更大的boss 出现的疲乏无力感 你不禁会开始怀疑 这场战争是不是没有尽合 关于这个问题 宇宙想跟你说 从头到尾 这都不是一场战争 而是机会的给予 请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升迁机会 当成是一场升职考试 当你遇到瓶颈时 就代表你的现阶段已经足够 此刻是需要跨出舒适圈的时候 跨出舒适圈的第一步 就是承受风险 勇于追梦 请勇敢让自己发光发热吧 不要推迟机会 不要害怕批评 请相信你足够坚强 请相信你值得站上舞台 接受众人的喝彩 今年是非常适合抛头露面的一年 在春天的时候 你会有非常多的工作 以及活动的邀约 建议你大胆的接受挑战 不要害怕 不要退迟 如果你正在努力一项长期计划 宇宙不会亏待你 你的努力将会在2024年的春天 有非常非常丰硕的成果 最后提醒 2024年你的人际烦恼较多 但是请你放宽心 今年你的人际烦恼 大多数是来自于 树大招风 人宏似非多 你只是被嫉妒而已哦 最后给第二组 2025年的提醒 2025年 你的状态非常好 你什么都愿意大胆尝试 愿意承受风险 这样的特质 也让你因此认识非常多 不同领域的人 你会认识以前 你从来没想过会认识的人 并且在他们的身上 看到以及体验到 一切皆有可能 单身的你在今年 很有可能已经结婚 或是论及婚嫁 记得在关系当中 要放下控制 并且学会原谅自己 宽恕他人 才能让关系长长久久 不会每天都吵吵闹闹 2025年给你的提醒 当你越轻装上阵 大胆尝试 无法弄脏 你的收货就越大 那么我们就在 2025年见啰 拜拜 2025年 你们的关键姿势合一 你的成功 并非是你一个人的努力 而是你身边 亲朋好友 以及众人的支持 让你站上巅峰的 今年的你 会在事业上 获得极大的成功 你的成功 几乎是被保证的 因为你 非常的有才能 非常的努力 且具有胆势 但是今年的你 有很大的可能 会变成一个 目中无人 狂妄的混蛋 这样说很不好听 但是 这是每个成功者 必经的 恶魔考验 现在 宇宙想跟你说 他并没有否定 你的努力 与天赋 你的一切 都是你应得的 但是 当你成功的时候 除了肯定自己的付出 也别忘了 很多事情是 无法自己完成的 优秀的产品 也需要 有人购买 如果宇宙 没有给你一点幸运 如果伙伴 没有给你支持 如果众人 没有给你肯定 你一个人 是无法成功的 成功 很容易让人的距离变远 请多陪伴 一直支持你的 亲朋好友 与另一半 不要把他们的付出与关怀 当作理所当然 记住 再大的成功 都无法填补 关系的裂痕 也无法填满 内心的空虚 再次提醒 今年的你 会获得巨大的成功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人 都想要接近你 认识你 很多人 都想要 获取你的能量 与他人合作 是很好的 但是记得要设下界限 适时的修养与冥想 会让你保有力量 不要让有所目的的人 影响你的认知 最后提醒 不要忘记初心 多多感谢 在低潮时 陪伴你的人 养成感谢的习惯 会让你的丰盛 成倍数成长哦 2023年 你们的关键字是 丢掉五包 经过去年的成功 今年的你 自尊心 可能太强了 所以你今年的重点 就是丢掉 无用的尊严 惯性思维 是人类 无法进步的 最大主因 你要累积的是 智慧 而不是越来越多的 规矩与教条 勇敢认错 不辞下问 不要怕输 你要当的是 人生的赢家 而非用言语与资历 扳倒他人的辩论家 不要急着针对错 不要急着审判他人 今年的你 还是很有创造力 很有魅力 你会延续去年的成功 甚至你可能变得 更有自省了 但要记得 将这些特质 放对地方 对他人多一点同理心 不要对他人妄想定论 每个人所获得的 经历与机会 并不相同 你有可能 永远不会知道 他正在经历着 什么样的难题与难关 再次提醒 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 不要小看任何人 当你有烦恼时 记得多跟身边的人聊聊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 比你想得容易 只是你那所谓成功者的思维 把你困住了 每天养成与天使 或你的信仰 沟通连接的习惯 他们会帮助你 放下对于金钱的执着 或是对失败的恐惧 请把你的烦恼交给他们吧 最后提醒 保持对于生命的热情 以及对他人的同理心 是你今年为二需要做的事情 2024年 你们的关键制式 坚持你的承诺 与社群关怀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灵魂家族 今年的你会格外的想要提升 自己的社会价值 这不是一个坏的想法 但你可能要留意 你可能正在试着讨好 看不到你的价值的群众的欢心 真实独特 你充满创造力 一直都是你的最佳魅力 不要从众 不要随波逐流 不喜欢你的人 不会因此对你改观 相反的 你这么做 只会让喜欢你的人失望 今年的你 会往你自己的人生使命前进 以传统占星的语言来说 你正在往你的北焦点前进 这是非常令人 感到鼓舞的 你有机会在这一世的人生 活出最高版本 完成累世的夙愿 所以你可能从小就会背负 莫名沉重的责任 你可能花很长的时间 在疗愈你的圣母情结 你会如此辛苦 除了是原生家庭 带给你的人格养成 更深层的讯息是 你将带领广大人群 走出家庭课题 以及累世业力 你与你的灵魂家族 连结很深 你的提升 也会带领他们一起提升 也就是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 这就是你这一世 对于自己 以及社群的承诺 额外讯息 单身的你 今年会遇到 非常适合的另一半 他很有可能 跟你一样是疗愈者哦 最后提醒 不要怀疑 你生来就是疗愈者 请用你的方式 你的作品 来疗愈这个世界吧 最后给第三组 2025年的提醒 2025年的你 依然在追求高峰 虽然追求高峰 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当你一直 努力爬上山顶 却忘了欣赏沿途风景 那么爬到巅峰的你 将只会有满满的失落 记得多陪伴家人 你是家中的 支柱与太阳 你轻而易举 就能够给予家人温暖 所以请不要吝啬这么做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价值与智慧 所以记得不要 太快定义他人 当然也不要 太快定义自己 你很有可能 比你想象中的 还要不了解自己 比如 你很有可能没发现 你让自己 做事越简单轻松 工作成效越好 你让自己 每周固定放松 完全不会降低 你的工作效率 宇宙给予你 2025年的讯息 对你而言 休息是需要练习的 请好好练习休息 你会发现成功 比你想象中 来得容易 好